假设你们要从这里面抓到排名 如果这个小于等于7的话 就找到了 比如像前面都没有找到 找到这个的时候 就把这个帮我复制到这边 然后往下找 找到这个的话 就把这个复制到这边 大概的流程是这样 那以前呢 当然其实 如果你实在不会这个方法 便是你就要用人工的方法来做 那人工的话 变成也是类似像这样 只是说 你变成就是要用眼睛去判断 或者你要重新排序 资料可能会乱掉 诸如此类的 所以用程式有的时候 反而我觉得很多问题 就可以比较相对的 可以一劳永逸 那只是说呢 你要能够把这个语言 学习到真的能够很 很纯熟的把每个问题 就很快的找到答案的话 还是需要 当然需要有一些些的训练跟时间 绝对不可能一下子马上 另外的话 如果你的工作 相对是比较复杂的话 可能还是需要拆解 把那个很复杂的问题 慢慢把那个问题 拆解成很多的小问题 然后把它步骤 顺便标记出来 你逐一逐一的 最后再把整个 那个顺序 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因为我的 我自己是这样解决问题的 因为我绝对不会说 我一下子就是 可能可以写那么多的程式 我一定是 反正我就先切割 我第一个先解决什么问题 第二个解决什么问题 第三个 第四个 逐一逐一的解决 OK 那全部解决 问题 你等于结果就做出来了 OK 类似像这样 好 所以我一学类似像 你可以把它列一个按钮 然后呢 一个按钮 每个每个都做出来 全部再把它串在一起 那你的结果就做出来 OK 类似像这样 那最后的话 如果要做个变化题 什么呢 我如果第一次要抓第一名 第一名的话应该是底下 这个 34号 第二名的话应该是把21号 所以一个一个列出来 所以不是按照那个找到的顺序 而是按照名次帮我排 那怎么改这个 其实方法应该不止一个 那我想到的方法是这样 就是说 这个地方应该什么 应该要等于第几名 第一次的话 那一定是一个变数 那变数的话 K用过了 用追好 反正这个名称可以自己取 你需要其他名称也没关系 追的话只是一个变数名称 但问题目前这个变数名称里面没有 所以我必须怎么样 赋予他 他要的那个资料 所以我应该怎么 因为他里面的资料 刚好就是 怎么样 第一次是1 第二次是2 所以有点像用4回旋可以做出来的东西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可以在4i上面加一个4追 等于什么呢 等于什么呢 1到7 记得哦 在这个下面 NAS的下面 再多一个NAS 因为这个NAS是4追的NAS 一般习惯是因为如果有两个4的话 习惯会把里面的这一个按Tab 它在它里面 也就是说这意思是说先产生名次 for 3先产生 先产生1 那1产生之后的话 他会把这个1怎么样 先这个1丢到这里来 所以这里面就变1了 然后帮你找 意思是说帮你找到第一名的 找完第一名之后 找到了 找到之后会把这个 可能是34号丢过来了 然后K等于K加1 换到下一列 然后呢 跑完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NAS NAS指的是NAS追 NAS追意思本来是1嘛 就下一个变2 所以这边会变2了 再找第二名 找到之后再丢 再找第三名 再找第四名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 所以看得懂我意思吧 我刚刚其实没有改几个地方 1改这个 本来是小于等于7 把它改成J 因为这个会改变 第二的话上面加一个forJ 等于1到7 然后NAS 记得这边缩盘 好 成诗写完了 就是这样 真的成诗写完了吗 你想说就这样吗 试试看就知道了 所以其实啊 有的东西说真的 其实也不复杂 但是就是你要了解 那个你要产生的变数 该如何产生 给它它需要的东西 它就帮你把结果变出来 OK 好 那再来的话 执行看看 所以我把它清除掉 清除 执行看一下 第一名好像34号 第二名21嘛 有没有 34 第七名是12 那应该没错 有没有 所以 就是按照这样的方式 逐一逐一的把它产生的 OK 所以哦 当然这个地方 这个J里面是要1到7 所以 如果我今天不用回圈的话 其实当然还有别的方法 比如说 有没有什么方式 第一次这个变数里面取得是1 你不用照顺自己的方式 不用照他的每一次去 比如说我怎么先找到第七名 对 第七名格 哦 可以 对对对 所以哦 你们用所有的标准答案 像同学刚刚想的 对 他说第一次先丢到第七格 对不对 第七名 然后如果抓到下一个 假如第五名 就丢到第五格 对不对 等于是 应该就是那个列的话 变成说 他如果第七应该就第八列 对 加一 对 因为上面有栏位称 这样可不可以啊 所以有的时候哦 你如果理解那个意思 你也不一定说 像我直接想到是说 如果把后面改成那个1到7 另外一种写法是说 那我丢的时候我就这个K 就是什么 可以根据它的名次 比如说Sales的I列的追览 把它怎么样 7的话7加1就好了 放在第八列的F栏里面 这样或许也是可以哦 OK 有没有 应该懂那个意思吧 同学这想法蛮好 因为有时候 可能我想的 跟其他人想的一定也不一样 因为每个人逻辑 不同 所以写出来的程式一定也不一样 OK 所以你可以试试看 我知道你刚才意思是这样 如果不用这个方法 方法二的话 应该是吧 这时候就K 就不用了 你应该不用这个K吧 对不对 真的吗 哇 好 假设我们不要这个K 这个就不用K 那我们这个地方的话怎么做 其实这个K就是可以用它的名字 它的名字的话就是Sales的I列这一栏 I列的一栏 所以其实可以把这个复制一下 放到这里来 这个是它的名字 它名字应该是它的列数字 这个第七 因为它有栏位名称 所以必须是什么 把这个东西再加一 有没有 就是放在它的下一列的意思 OK 这边的话应该就是 应该是小于等于 七 小于等于七 对 OK 这样能够更精简 这样写完了吗 哇 那更简单 只是说写出来 结果O不OK 说真的我也没把握 没有那么厉害 如果一次就搞定的话 那是在省了 有那么厉害吗 不过像我的习惯是 如果我当我不确定的时候 我会按F8 做什么 足行让它跑 不然一下跑完 错我不知道错哪里 这个地方 它会先抓 第一个排名 不是吧 可是你会发现 一直按F8 它按很久 所以怎么办 我有时候习惯会 这边加一个中断点 当它跑到这边的时候 停下来 再帮它直接跑 当它I是13的时候 13列有抓 所以这个时候 Sales ID里面就是7 那7加1的话 等于是8 有没有 然后就把这个12 放在F8里面 看一下 如果有的话 那表示应该OK 有了 有没有 然后再换下一个 下一个 因为有中断点 没关系 直接让它跑 下一个又找到了 找到应该是22列 22列的话 应该是这一个 那它的名次是2 所以应该是放在2加1 就是F3的位置 把这个21放进来 有没有 看一下 21是放在 对 没错 所以理论上应该OK的 所以我们把它执行 给各位看看 可以耶 哇 这样写更简单 有没有 所以你看 转个弯 对 我没想到 所以你看 有同学马上告诉我 我就知道说 这样写更简单 原来可以写这么简单 还可以按照顺序排 没错 不然刚刚如果多一个portray 我看很多同学头都很痛 一个回圈就已经够复杂了 还多另外一个回圈 那更复杂 OK 写出来 好精简 所以为什么 有些时候 像想一个程式 当我们上课 大概可能几分钟就讲完了 可是背后有时候 我们可能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想 那我想的时候 有时候不是只有 第一次想的是 我现在的答案 可能我想 可能好几种 做法 那我们最后会取 其中一个 我觉得比较好 去处的 你们也比较能够好懂的 有的时候 虽然写得很精简 但是别人看不懂 这个可能也要斟酌一下 我尽量就是上课 会跟你们讲的那个程式 是我觉得 这种解法 我比较好讲 你们也比较听得懂 但是绝对不是只有单一个答案 OK 所以你还可以想 可能要第三种解法 第四种解法 可不可以 可以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应该可以知道我在写什么 OK 你会发现 这程式真的很 很奥妙 有的时候其实改动一个小地方 结果居然也是可以的 OK 所以 当然这个程式 我待会也会把它贴到云端上 如果各位需要参考的话 可以试试看 得好 我们下词 了 我们下词 能下词 一 我们下词